看看誰來囉 事後也解釋就是看不慣陳建舟 平常恨天王是兄弟 但一出事就像猴子一樣落跑 陳建舟在王力宏婚變後 不曾對這件事發表任何看法 但頭覺得好歹出來講講話 確實也有網友認為 陳建舟只要被牽連 都會找人澄清 像是之前張蘭控訴黑人欺負兒子 王曉飛立刻發文澄清 還有他和范范被扯上 與王力宏有不正當關係 李敬磊特地在微博辟謠 看起來都切割得乾乾淨淨 而陳建舟終於回應了 陳建舟臉書發文 一場家務事發展至今 沒人是贏家 大家都遍體鈴傷 將當事人以外的人 無端的捲進來 不只殃疾無辜 也會讓當事人想要取得的平靜 無法實現 黑人說身為王力宏的好友 無權也無立場發言 因為不知道家務事的全貌 現在以及未來 都會用陪伴的方式 繼續勇敢面對各自的人生 彈頭看了之後 又再發一篇文章 說很無聊浪費我時間 完全是在教壞我孩子 還強調你找誰跟我講都沒用 似乎是黑人有找共同好友 關切一下 恭喜黑人 全都愛愛 陳建舟的婚禮 王力宏獻唱 好交情易於言表 如今看到好友家務事外揚 陳建舟只回應會陪伴好友 確實也無法代替發言 TVBS新聞 開啟小鈴鐺哦